欢迎收看每日焦点新闻 澳洲政府发表国防战略评估 建议作出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改革 包括加快制造和购买射程近远的导弹 报告指出美国不再是印太地区的单极领袖 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正是为印太地区下定义 大国竞争有可能演变成冲突 报告提到中国的军事建设 是二战以来全球最庞大和最具红心 军事升级和误判的风险正在增加 在导弹时代澳洲不再受地理隔离的保护 军方必须发展空中陆地和海上的打击能力 并加强北部基地的军事能力 中国和新加坡将会举行至2021年来 首次海上联合军演 国防部公布根据2023年 获制军事合作计划和终身双方共识 解放军海军导弹护卫舰、玉林舰、 猎素雷舰、尺碧舰 将于本月下旬至5月上旬 前往新加坡参加终身合作 2023海上联合演习 以及亚洲国际海事防部展 其间解放军海军代表团将观摩海事防部展 并参加国际海事安全研讨会 彭博社20日报道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正是考虑几乎全面禁止对俄出口 G7的对俄出口禁令 是不是可行呢? 我们一起和巴士的布的评论员Anthony聊聊 Anthony你好 大家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正在考虑几乎要全面禁止对俄罗斯的出口 G7的官员将会在今年5月19日到21日的G7峰会之前 讨论要全面加码的提案 目的是拉拢欧盟各国的成员国 一起去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根据塔斯社4月23日的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说 如果G7批准对俄罗斯出口禁令 俄方将会以终止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作为回应 之前的人士宣称 G7正在讨论一个提案 将会颠覆现在的制裁模式 目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模式就是 除非某一个领域遭到制裁 否则所有的出口都是被允许的 在新的提案提议是什么呢 就是要规定除非某一个领域得到了出口的黑面 否则所有出口将会被禁止 就是反过来 如果没有说明那些全部不准出口 在威胁要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出口禁令的同时 但是G7又要求俄罗斯要全面延强 实施和扩大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的协议 在联合国和土耳其滑船之下 俄乌双方在去年7月就在伊斯坦普签署了这项协议 令到乌克兰能够从黑海的港口运出了超过2700万吨的粮食 七国集团农业部长23号就在日本公期举行了为期两日的会议 重申了黑海粮食协议的重要性 并且是坚决支持他的延长全面实施和扩大 会后的公布说到 他说我们意识到联合国和土耳其在促成黑海谷物协议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是坚决支持他的延长全面实施和扩大 与此同时 G7代表是再次指责俄罗斯 试图将粮食作为破坏稳定的手段 和地缘政治脅迫的工具 他说到我们打算是继续制定一些 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 即继续制裁 通过确保食品和肥料的供应 来保护有需要的人 就免受意外的后果影响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去年7月22日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就黑海港口农产品的外运问题 分别与土耳其和联合国签署了相关协议 协议的有效期120日 之后相关方面是两次同意延长协议 时间分别是120日和60日 有效期是截止去到今年的5月18日 俄方现在警告说 协议只会延长60日 俄罗斯正是进一步立场是如何呢? 是取决于俄罗斯农产品实际出口正常化的进展如何? G7的出口禁令实施其实面临很大的困难 尤其是新的全面禁制的禁令 如果禁令是要在欧盟里面实施 新的标准必须得到欧盟所有成员国的支持 这可能会遭到那些仍然是向俄罗斯出口商品的国家 和企业强烈的反对 俄方也很可能就新的禁令采取报复的措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显然会引发欧盟内部一场激烈的辩论 欧盟要取得共识 看来一点也不容易 谢谢Anthony 已解散的职工民前主席黄乃元和前江市杜振豪 近日以个人名义申请举办五一游行 并表示希望警方不要夸大游行被骑劫的风险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 在报道中看到有关的言论 指出警方的风险评估是基于事实 2019年发生黑暴就是有人骑劫公众活动 而上月五日有人企图骑劫有关妇女权益的游行活动 大会负责任地临时取消活动 他表示安全风险确实存在 任何人刻意淡化活动的风险 鼓吹他人参与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静宇是望字表示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来港时强调 香港是孕育机遇和财富的热讨和天堂 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他说深受鼓舞并将继续外访 在更大的范围说好香港的金融故事 包括五月在韩国人州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的年会 继续推广香港的金融优势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介绍开心香港活动 主要有美食市集和海陆嘉莲华等等 本周末将于在湾仔会展举办首个大型美食市集 免费供市民入场 其后在4至6月底将于在港九新界 举办不同主题和内容的虚实活动 另外星期六将举办全港戏院日 市民可以或一用30元入场看电影 陈茂波说开心香港活动内容丰富 适合不同年龄和界别 当中也包括流行文化 体育及音乐等等的项目 8月将会邀请曼联U16足球队 来港交流和踢足球赛 西九 数码港和迪士尼等等 都会举行不同的活动 政府宣布将展开一系列开心香港的活动 包括在港九新界举办美食市集 也会在海滨举行海陆嘉莲华等等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粗略估计开心香港活动 需要花费约2000万元以内 当中花费较多的 就是在几个地区内举办美食市集 因在会展举办需要缴付长租 他表示整项活动较难用数字衡量效益 因为开不开心涉及个人的感受 但他相信整体社会的气氛很重要 如果市民开心乐观 可以互相感染 社会也会变得更加积极正面 陈茂波认为今次活动值得做 因为过去三年疫情过得困难 市民感到很骨悶 形容举办今次活动的初心 是希望令市民有多方面的体验 生活除了工作赚钱 也希望开心愉快 即使未能到外地旅游 在香港也可以有活动参加 每日焦点新闻讲到这里